醒目一想咱们是书归正传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啊 就在这个大小和约逃到巴德克山的同时 清军的使臣团呢也到了 清军的使臣团的领队大臣呢 就是侍卫萨姆坦 虽然这使臣团 他不是乾隆皇帝派来的 但是啊 他也是奉了敬礼大将军复得的率域 那也就是啊代表着大清朝廷 巴德克山的韩王苏勒坦沙呀 这会儿啊可就真招了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这位韩王啊 在这大小和约到来之前 就已经和自己的大小伯克 以及城中的毛拉阿红 商量过这件事情了 宗教人士和这个世俗官员 给出的答案呢 是完全不同的 这世俗官员呢 也就是这些大小伯克们 认为家国是主要的 倘若收留了大小和约 或者是有偏颇有包庇的话 八旗大军杀到的一定是玉石俱焚 仗一旦打起来啊 人民百姓免不了是一场涂炭之苦 可是这群宗教人士 也就是这寺里的毛拉阿红们呢 可不这么看 他们认为啊 这和约是圣意 作为教门中人 怎么能够把这个先知的后人 就这样勤货献给了卡菲尔呢 这群宗教人士是极力反对 他们在这个御前会议上啊 直接就言语威胁大韩苏勒坦沙 他说如果您执意的 要是把大小合卓交给清军 那么好办了 我们呢 就带领着国内的信众 把这个房城村子是筒筒一烧 然后啊 集体到卖家去朝圣 到神面前呢 去控诉你这个苏丹的罪行 还要把你这种无耻的行为 召告给咱们周围所有的教门国家 让他们啊 共同敌对你 这苏勒坦沙一听啊 这就有点混蛋不讲理了 可是呢 他又惹不起这群宗教人士 那俨然嘛 这教门国家呀 他百分之百都是信众 如果这些宗教人士 振逼一呼啊 到时候啊 他这个大韩 还就真有可能 就成了光口司令 这么一来啊 这苏勒坦沙呀 就有点马杆打狼似 两头害怕 书说到这儿啊 咱们有几件事得解释一下 因为昨天咱们这个书啊 发出去之后 就有好朋友私信过了 让我解释一下啊 这几个相关的名词 咱们把话说这儿 您呢一定不是咱们这书馆的老听户 因为呀 在咱们这个清平大小合卓 开篇之时啊 这几个名词 咱们在书馆里呀 就已经解释过了 并且用了很长的篇幅 那么您要是不知道呢 咱们就再聊聊 不过呀 只能简单的介绍一下 咱们就先说说呀 什么叫合卓 哎 讲了半天大小合卓了吗 按说呀 这合卓它不是信 不过呢 既然呀 这大小合卓 以及新疆的合卓们呢 和他们中原有关系 和他们汉族人有关系 所以说呀 咱们姑且认为它是信 不过要是细致的讲起来呀 您完全可以认为 它是一种人的意思 在中文里 这元代以前呢 对这个翻译可多了 什么合卓 哎呀 华者呀 华者呀 胡者 合家 胡家 等等等等 哎 应该呀 它就是一句波斯语的译音 那会儿啊 哎 我们互相接触的都比较少 所以说把它翻译成汉语之后啊 意思就是什么 老爷呀 先生啊 长官呢 官吏 宦官等等等等 到了清代就不一样了 咱们这部书讲的不就是清代乾隆年间的事吗 这会儿啊 我们对合卓这个词啊 就有了更深的理解 哎 在清代的时候 有人也把它翻译成合卓墓 我上学的时候 那老师就说 这湘妃娘娘一家是合卓墓士 实际上呢 就是合卓 大先知 穆罕默德死了以后啊 他没儿子 实际上有三个儿子 不过都没活到成年 因为这个继承人的问题 这叫门就分成了两派 哎 就是咱们知道的逊尼派和什叶派 什叶派 穆斯林认为只有这个 穆罕默德的养子阿里 和穆罕默德的小女儿 也是穆罕默德最喜欢 最疼爱的一个女儿所生的孩子 才是圣医 圣医是什么呢 字面意思 圣人的后裔 逊尼派不这么认为 逊尼派认为 这四大哈里发的后人 以及这个穆罕默德 其他女儿所生的孩子 以及啊 这养子阿里 别的老婆生的孩子 也是圣医 从这观点上您就能分析出来呀 那注定就是 什叶派少 逊尼派多 到现在呀 也是这样 最初啊 这逊尼派所主张的这些圣医 就被称作合卓 也就是说呀 全世界多数的教门中人 认为这个圣医就是合卓 合卓就是圣医 这就直接解释了 巴德克山韩国的这些毛拉阿红 宗教人士们 为什么不能把大小合卓交给清军 他们呢 称呼这些清军呢 为卡菲尔 那这卡菲尔又是什么呢 我读这个很多著作 有的是相当有名气的专家 写出来的著作 说这卡菲尔啊 就是教门中人 称呼异教徒 他们说呀 这卡菲尔啊 就是教门中人圣战的对象 实际上不是 这卡菲尔啊 确实是这教门中人圣战的对象 到现在世界上啊 还有一些偏执的教门中人 还声称啊 要杀光所有卡菲尔建立一个完整的教门世界 但是这卡菲尔并不是异教徒的意思 您就比如说吧 对教门中人而言呢 这个犹太教啊 他也是异教徒 但是他就不属于是卡菲尔 因为他们呀 也是异神崇拜 这教门中人认为呀 他们是可以拯救的 他们看不起基督教 尤其是后来的这个基督教 他们说呀 你们好名的 怎么从开始啊 只崇拜上帝一个人 后来又三分一体了呢 再往下看不起的就是佛教 佛教讲究 这万物皆有佛性 这人呢 可以修行成佛 这个他也看不起 他们认为人就是人 佛就是佛 大不济呀 这人世间就会出现一位呀 像穆罕默特一样 与神能沟通的人 这也就是人的最高境界了 再往下呀 他们更看不起的 那就是老道了 这连老师都不用了 惊舍悟道 自个儿琢磨琢磨就能成仙 这更不行 他最看不起的呀 那就是萨满教 萨满教讲究 世间万物皆有灵性 哎 这武的门是怎么来的呀 胡黄白柳灰 这小动物啊 也能成仙 这就更不讲究了这个 那至于现在很多听书的好朋友 无神论者 有的还自诩自己是无神论者 在他们眼里 是不是人都两说着了 不过你也别生气 我说的是那会儿的教门中人 现在呀 人家这个思想上 认知上啊 也有很大的改观了 世界大同嘛 只有那些少数的极端的 才在这些问题上较真 这卡菲尔呢 多是指啊 这个多神崇拜者和无神论者 得嘞 咱们几句闲言勾开 把这几个词啊 交得清楚了 咱们继续说书 大汗速落坦杀呀 贼起飞制 他可就临时转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他想让啊 这清军的使者和这个大小合卓派出的使者 来到这个王宫当中三方对峙 那咱们前文书就交代过了 这么对峙 对峙不出什么结果 这胳膊跟粗的气就粗 这已然兵临城下了 这实力啊 他就是硬道理 那明知如此 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首先说呀 他要缓一闸 容自己这脑子呀 再转转 再想想主意 这其次呢 没准这大小合卓呀 他不敢进城对峙啊 他掉头就跑了 最好是往回跑 和这个清军撞上之后 这事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谁把谁打了 谁杀了谁 谁勤货谁呀 那就是他们两拨自己的事了 最主要的是 这三方对峙啊 也得让城内的这些伯克 以及毛拉阿红参加 让他们自己听听 自己来分辨一下 到底谁占理 别我这刚一说出什么意见呢 你们就不愣脑袋 这卓一打定之后啊 可就把这三方啊 都招到了王公 这一方就是啊 这清军的代表 萨姆坦 这小合卓呀 还真派人来了 派的是谁呢 就如那个臭名昭著 带着人去围攻和田的 鄂斯们 这另外一方呢 就是这城中的大小伯克 以及 毛拉阿红们 那么史书上 对这场答辩 他有没有记载呢 还真有 并且是正史中的正史 评定准刀方略 为什么我在这得说 这凭准方略 它是正史当中的正史呢 因为这凭准方略呀 是这个复衡组织人 总结摘抽出来呀 这大臣与朝廷来往的亭记 以及乾隆皇帝的圣旨 所以说可信性很强 它并不像后来的什么青石稿啊 包括石鹿起居住 它是有人记录 有人编撰 可是呢 到这份会议记录来看呢 我倒觉得呀 记录的有点偏差 上面所记载呀 很简单 他说这个萨木坛 以言辙辩 问的恶斯门不能回答 这种可能性啊 我觉得很小 这种会议嘛 既然是三方对峙 我觉得应该是 蛤蟆炒坑一项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竟然能把一方问的雌雄 不能回答 我觉得这事的可能性啊 不大 不管怎么说呀 这侍卫萨姆坦不如使命 汤汤汤汤汤 一通辩驳呀 是让这个大小河卓一方 理屈辞穷了 等这个辩论会结束啊 这清军一方回到了驿馆 大小河卓的使者 回到了山外 他们驻扎的山岗 那么这个难题啊 自然又抛给了这个大汗 速乐坦杀 那既然这场辩论会啊 清朝的使臣 他赢了 那怎么办呢 按照这个道理说呀 虽然没给清军任何承诺 不过呢 也应该呀 是出城去抓这大小河卓了 但是俨然的嘛 这么做呀 城内的这些宗教人士 又不答应 这大汗的急得只走磨磨 牙花子都几种了 最后一拍脑门 想出个主意 干脆呀 咱们先把这个大小河卓 框进城里来 既然的这清军呢 都知道 这河卓兄弟 躲到了我巴德克山韩国 我呀 交不交出他们呀 是一方面 不过呢 要让他们在我这跑了啊 到时候的乾隆皇帝 找我要人 大兵压境了以后 我再交不出人来 那可真就是 哑巴吃黄莲 有口说不出喽 得 那就是这么个主意 先把他们呀 骗进城里再说 于是啊 这大汗提起笔来 就写了一封书信 派人送到了城外 大小河卓 驻扎的山岗上 那么这封信呢 送给谁了呢 那自然是送给了 大河卓波罗尼都 到人家这儿 人家认的是 这兄弟谁为长 人家可不打听 你们叛乱 哥俩谁是头儿啊 这大河卓波罗尼都 打开这封信一看呢 这信上面写的很客气 这速落坦杀呀 尊称这大小河卓兄弟 都为大汗 并且这信中指出 这天下叫门是一家 我们呢 是绝对不会让这 河卓兄弟吃亏的 有什么话呢 咱们进城再说 在城里呀 已经给你们 安排好了驿馆 好 这几百甲是拿刀动胀的 就驻扎在山外的山岗上 让外人看了 不好看 还以为是你这河卓兄弟 带了人马来攻打我排租阿伯特呢 所以说这两家韩王啊 进城来吧 咱们有事好商量 大河卓波罗尼都 觉得呀 这进城不是不行 无论是见到这个大汗 速乐坦杀 还是清军的使者 我呀就多说软夫话 随便找一个小清真寺 把我一安置 我惨度余生也就完了 实际上呢 这会儿的大河卓波罗尼都啊 他还抱着一个侥幸 他认为啊 这乾隆皇帝最初啊 可没认为我是贼手 他们要逮的 无非就是小河卓货战 我即便呢 被这清军带回中国 带回北京 可能啊 他也没有死罪吧 实际上他不知道 这会儿乾隆皇帝 对他恨的牙根子 也是拔杖长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就是从他派人去截插 这钦差大臣 然后又派五千兵啊 去围攻黑水营 他以为啊 这乾隆皇帝 对这些事情啊 都不知情 实际上这就是没脑子 你那么多的部众都投降了 这些人他能替你瞒着吗 所以他决定啊 听从这个大汗速乐坦杀的 先进城再说 他表明了态度以后啊 跟使臣说 行了 你把这封信呢 去送给这个小河卓 火机站去吧 这使臣立刻就纳闷了 他说您跟他说一事 不就完了吗 这你们兄弟二人的事 实际上啊 最戏剧性的一幕来临了 这送信的伯克不知道 大清朝的使臣不知道 就是这个苏勒沙坦也没有料到 这会儿的大小河卓 实际上这弟兄二人 已然反目了 具体这二人反目到什么程度 始料不及被载 但是从庞之末节上 可以估计的出来 这二人呢 从这个一进巴特山 两人就分开了 虽然到了巴特山的首都 排租阿伯特的城下 这二人呢 都同时扎营在一个山头上 但是这兄弟二人来的时候 可是各走各的 大河卓波罗尼都这会儿 生气了 生气他兄弟 他觉得要不是这小河卓呀 活作 就不至为导致 现在这兄弟二人 是有国难投 是有家难奔 无家可归呀 那还在其次 眼看现在呢 后有追兵 这兄弟二人随时可能性命不保 自己死也就罢了 还连带着亲人和这些亲随 自从这伊西库尔闹尔兵败 大批的部众啊 都翻回头来投降了大清 这兄弟二人领着这几百亲兵 逃进了巴特山之后啊 这大河卓呀 就再也没理过小河卓 那小河卓这边呢 黄黄卢丧家之权 你不理我不理我吧 现在我还真没时候搭理你 有什么事啊 以后咱们哥俩再掰吃 就这么着呀 这大河卓波罗尼都 才决定要放弃他的兄弟独自进城 不过还是那句话 亲兄弟就是亲兄弟 这大河卓进城啊 他可一个亲兵也没带 把所有的亲兵被队 也就是那三百多人吧 都留给了小河卓货站 一个人可就进了 排阻阿伯特城 不过在这儿啊 你得能分清楚 他说是一个人呢 实际上他也带着自己的家人 以及仆人 只不过没带兵 这小河卓货站看着自己的哥哥进了城 他还就真没劲 因为他觉着这里边有事 明明在辩论会上啊 自己一封输了 为什么这会儿 这大寒肃木坦沙 还倒软和了呢 按说啊 他应该更强硬了才对 这他完全不符合道理啊 放下这小河卓货站 在山外孤岗上 胡怡咱们暂且不表 单说进城来的大河卓波罗尼都 这波罗尼都进得城来啊 就有专人把他迎进了管义 到了管义之后 安顿好了家人 这大河卓一看呢 这管义里边给他置办的还挺齐全 吃的喝的使的用的 砍的炫的玩的乐的 是样样都有 这仆人说呀 哎呀 这韩王您先住下 有什么事 您尽管吩咐 我们大喊可说了 让您的别属外 就跟在自己家一样 这波罗尼都说呀 那没什么事了 你们先退下吧 这几个仆人呢 可就出了管义 他们刚走 这大河卓就听见门口啊 窟窿哐当 人家把这门口就关上了 咔哒一声 明显啊 还上了锁了 这波罗尼都联邦就险叫啊 问外边的人这是怎么回事 外边人答话了 说大喊的 您可别多心 我们韩王说了 这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有什么事 您就喊我们 这可不算是囚禁 这会儿的大河卓呀 他才深深的感觉到自己就好像砧板上的一块肉 随时啊 有被人宰割的可能 仰天长叹是既人篱下也直好 如此 这是